拿出手板本土疫情數據再見各位數加4 但又有不明感染源傳播鏈 一個是家庭群聚 媽媽和兒子確診 其中媽媽1月中才從中國大陸入境 另外一案則是高雄一間紅茶店員工確診CT值15.5 目前採檢同住家人全是陰性 雖然零星案件多 但比較春節前後 本土Omicron傳播鏈已經從10條減少到4條 這週國際疫情也比前一週下降21% 因此指揮中心研拟 要把檢疫天數從14天縮短到10天 轉換成開放一人一戶和防疫旅館 並預計開放商務人士入境 不過也有配套條件 像是3G覆蓋率至少要打5成 即增加檢疫時的快篩頻率 當台灣有了足夠資本 有望3月中以前正式上路 大愛新聞 林地李建寬 台北報導